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识度管转潜律 欢迎来到潜律说 在我们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维吾史观中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 再到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逐步发展过度的 或许不同的国家 会因为自己特殊的社会形式和文化传统 而跳过某一个阶段 或者发生一些曲折和迂回 但整体上都应当是越来越文明 越来越先进的 在常规认知中 都属于典型的奴隶制社会 按理来说 进入封建时代以后 奴隶制就应该已经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了 但西方殖民者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全世界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哪怕是奴隶制 他们都能从几千年前挖出来 复活给你看 1492年 哥伦布航行到了美洲 他声称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随后 西方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圈地运动 一步步蚕食原住民的家园 用屠刀和枪炮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 殖民地开拓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西方殖民者开始四处寻找奴役的目标 由于无数美洲原住民惨遭屠禄 幸存的印第安人数量太少 而且熟悉替刑 很难奴役 于是殖民者把目标转移到了 来自欧洲的贫苦白人身上 大量的破产工人甚至是儿童 被殖民者用或骗或卢的手段 带到了美洲 沦为契约奴隶 这些奴隶必须完成契约规定的工作时间 才能重获自由生 而在此之前 他们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 时不时还会挨揍 连结婚之类的人生大事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主人手里 如果试图逃跑 等待他们的将是变本加厉的奴役 根据1680年的英国官方统计数据 当时每年会有一万人被拐骗到北美变成奴隶 奴隶人数甚至可以占到移民总数的一半 到了18世纪 黑人奴隶开始在美洲大受欢迎 尤其是奴隶种植园主们的欢迎 对于这帮奴隶种植园主而言 奴隶就是他们的私人物品 他们不用担心黑人奴隶的奴隶到期 只要买下来就终身是奴隶 而这些黑人奴隶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小奴隶 子子孙孙无穷亏严 此外 黑人奴隶的价格也很便宜 每个黑奴的年均成本不超过4英镑 远低于奴隶奴隶 当自己的种植园农贤之时 还能把奴隶出租给其他奴隶主使用 而把持这种奴隶贸易的 起初是西班牙人 后来是葡萄牙人 给了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 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们闻风而动 让新英格兰很快就变成了奴隶贸易的重要节点 一来二去 黑人奴隶开始取代奴隶奴隶的位置 黑奴贩运的过程是无比确性的 起初这帮奴隶贩子用强奴的方式去捕捉黑人 后来干脆利用非洲的不足矛盾去获取战俘 在从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奴隶之后 再把剩下的用尽各种办法杀掉 在最初的挑选中 幸存的黑奴会被压缩进狭小逼走的船舱中 踏上九死一生的跨洋之路 在运输途中黑奴一旦染上疾病 就会被直接扔进大海里 以至当时的贩奴船后面经常尾随着一群鲨鱼 就在这奴隶主投尾 据粗略故算 能够从非洲起运活到运敌美洲的黑奴 仅占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1714年 北美殖民地的黑奴数量为59000左右 而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 黑奴人数就已经达到46.2万人上下了 要知道此时的北美殖民地总共大约只有350万人口 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件中采信的数据 到1870年 非洲因大西洋奴隶贸易而流失的人口数量至少为1100万 这些被掳走的黑人奴隶主要被卖往了北美南部 充当奴工 种植园主们在自己的地盘上 用鞭子驱赶着黑奴们 种植着各种作物 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在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刺激下不断扩张 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和南方出现了产业分化 北方以工商业为主而南方以种植园农业为主 而那些历经重重磨难九死一生的熬道抵达美洲的黑人们 也并不会因为成功上岸而转运 实际上苦难才刚刚开始 北美殖民地以及之后的美国 都对奴隶实行着极其严苛残酷的法律 黑奴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4-15个小时 没有奴隶主的书面许可黑奴严禁离开种植园 如若对白人傲慢无礼或是和白人自由人交往 奴隶将被鞭打打上烙印甚至搞成惨废直接处死 1755年佐治亚采用的奴隶法规中还明确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叫黑人读书签词 1815年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人疯狂地推行着西进运动 不断压迫原住民的生存空间 而国际局势的缓和让当时的市场对棉花的需求量暴涨 奴隶种植园主们因此开始疯狂种植棉花 由于气候原因 美国密西西比、亚拉巴马、路易斯安娜等地 比南方各州更适合种棉花 以至于这些地区被灌上了棉花王国的称号 随着棉花的大量种植 黑奴被奴隶种植园主大量迁入 使得这一代的黑奴数量在20年内 从75000激增到了约50万 这帮种植园主靠着种棉花等作物大发了一笔横彩 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墨西哥湾沿岸当中的园主 这由大大催化了奴隶贸易的运行 使得墨西哥湾沿岸也成了当时世界上 实行奴隶制的主要地区 黑奴在种植园摘棉花的场景也就成了奴隶制的代名词 北方的工厂主和南方的奴隶主 在劳动力、关税等问题上的矛盾无法调和 最终引爆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起初 蓄奴州的奴隶种植园主们觉得 他们所控制的棉花贸易至关重要 肯定会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帮助自己赢得战争的胜利 但最终 蓄奴的南方各州输掉了战争 南北战争后 美国没有完全清算奴隶制 南方各蓄奴州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 很多大奴隶主和南方将军的雕像被允许保留下来 诸多粉饰奴隶制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1865年1月31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13修正案 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被要求废除 但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 该法案需要获得各州的批准才能成效 各个蓄奴州磨磨蹭蹭地不愿通过 密西西比州更是直接奴隶 直到1995年 密西西比州议会才在娱乐压力下 投票通过了该修正案 等到美国官员将存档程序走完 已经是2013年 人们惊奇地发现 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 在21世纪尽还存在着奴隶制 所以在理论上 美国全境废除奴隶制到现在 也不过将将八年而已 难怪一些西方人一届棉花 立刻想到压榨 立刻想到迫害 立刻想到奴隶 立刻想到迫害少数族裔 立刻想到集中营 西方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 能够如此越紧 为什么西方人不选哈密瓜 也不选羊肉串烤囊 天天要在棉花上搞事 原因正是如此 人类想象不出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也编造不出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物 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西方一次次大开脑洞的造谣污蔑 都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原来所有对我们的抹黑 都来自他们的真实历史